跟這個配搭是好 這個我已經很喜歡 牛腩拌麵粉我都很喜歡 牛腩又軟 兩至三人一煲 59元一煲 俠平丸128 26000 27000 有爪 一平方 但它不是很大 它是最好吃的一家 我看社交媒體說過 各位觀眾早晨 今天是星期日 我現在所在的位置 就是方村王大仙旁邊 我們今天來喝早茶 這裡叫第一居 仲女有吃飯? 沒有這麼早 9時多 26.8元一隻 蓮藕豬爪煲29.8元 這麼早 這裏就是方村附近 也是一間比較大型的茶樓 你說不算大型 那你和麗灣那些比較 這裏就算大型 它遠遠不止這個廳 在前面還有地方過去 外面就是車來車往的路 Hello 我們又找到座位了 很快 這裡很大 因為方村附近有很多地方喝茶 我們原先打算去旁邊的花地人家 上次吃過的 又是經濟甚衛 即是道行道了去花地人家 是 花地人家 看見經過 那裏上面有茶飲 上次去過 是吧 看見老婆突然想起 不如試試這間 又試試 這就是第一居做了很多年 第一居沒錯 沒錯 又來眼花寥暖獨餐牌時間 第一居海鮮酒家 因為今天是星期日 所以沒有特價 是很正常的 少點6元 到了還有特價 特價點心 起點26元 大家記住這個價錢 蒸排骨 月點22元 香西餃 腐皮 這個叫鮮竹卷 應該和腐皮卷差不多 有特價和沒有特價 甚至有珍珠糯米雞 正點 附近有個茶樓 我很喜歡吃它 我們今次要一個 海捷貢菜鮮蝦夾 看看有何不得知了 貢菜好吃 21元 還有這個是拼盤 拼盤都有 歡樂對對壺 起點價格是26元 還有很多食物 至於今天因為星期六日 所以吃得清淡一點 吃過魚片粥超點 價格是16元 還有艇仔粥 瘦玉粥 既然叫魚片粥 我們當然會叫油炸鬼 回到這邊 這邊還有很多食物 油炸鬼小點 6元 還有這個好 我看到隔壁桌 他都有叫 這個不好 因為我們叫了太多食物 還有菜心 陳皮鳳爪 白灼水餃 一應居住 連飯吃都可以 不同的 中間又好像沒有炸脆的味道 沒有炸脆 看起來 我看到別人吃 還有拌粗麵 但沒有炸脆腸粉 基本上就是這樣 今天也是有特價的 星期日 綠茶餅 要不需要綠茶餅 嘗嘗 基本上就是這樣 糯米飯 我也不喜歡吃綠茶 XO醬蘿蔔糕 這些和這些只能二選一 不錯 還有蘿蔔炆牛腩 我叫蔡莉 叫蔡莉 不要蘿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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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不要蔡莉 要這個 我可以的 試一下這個 這麼新奇 古怪 試一下 一於這樣 悠悠閒閒的一天 喝過早茶的日子 什麼 都是要回菜嗎 是 其實我不太想要菜 不過沒有所謂 喝茶 吃到這些菜 哇 昨晚都沒有吃過菜 是 等了一會兒 我們的食物就到了 除了蝦餃以外 所有都來齊 這個是骨腩粥 有兩根筋 骨腩粥 骨腩粥 魚片粥 不是骨腩 沒有叫骨腩 第二個 就是這個最精彩 牛腩 撈粗麵 就是牛腩撈粗 再來就是很健康的青菜 配粥的油炸鬼 賣相不錯 先吃粥 先吃粥 讓我不定些粥 放涼一下 是 我先吃粥 粥這麼貴 昨晚沒有吃菜 所以今天要吃菜 都有道理 拌吧 你拌吧 麵多漂亮 我很喜歡吃粗麵 你來拌吧 夠大碟 夠大碟 一拌起 就不會黏著 這個應該是麵糞醬 不是麵糞醬 不不不不不 這個不知道什麼 如果 因為它是有貝一個 麗湯的 如果不夠 黏著 黏得厲害 那頭就可以 再加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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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樣 嘩 好香 很好 至於我先吃油炸鬼 油炸鬼配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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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好 挺好 我講過油炸鬼 它又不會很脆 有些粥脆到不合理 有一點點煙韌 有油的 油感覺好像多了一點點 有緊湯的東西 但配粥就沒有問題 有些是蝦醬 有些麵糞醬 嗯 粥又煲得挺漂亮的 我不是一個很喜歡吃魚片的人 但今天也可以嘗嘗 最初我是想吃骨腩 又怕多骨 魚片應該好一點 來到現在十點半 餐廳不算多 我相信這個茶樓 應該平時 去到一至五 附近的村民去喝茶 附近的村民去喝茶 附近的景增很大 附近的景增很大 附近地鐵 有些遠 有些遠 沒錯 這裡來地鐵有些遠 是遠 那這裡最近的地鐵站 就是方川站 慢慢走過來 附近 旁邊這個就是花地人家 再走前一點 就已經是最觀公園 如果是要去地鐵站的話 確實有些遠 原來這顆星星 就是中市市場 即是Wallmark 再走前 直到這裡 才是地鐵站 這裡走去地鐵站 都十幾二十分鐘 這個就是蝦餃 剛剛送上來 很大顆 裏面有供菜 但先等一等 至於我現在 吃了粥 魚片有些骨 但是它處理時 已經切開了 不會讓喉嚨的 夠鮮的 還有薑絲 就不會有腥味 有少量的生菜絲 夠健康 我很喜歡它的粥 但是熬到幾年 是嗎 現在再做些油炸鬼 就非常之好 完粥之後 就試一下這個 拌粗麵 它有配荔湯 當然不用了 還有老婆說過 它的牛腩很精彩 我決定 很軟 這塊是我的 沒有牙都咬到 沒有牙都咬到 有肥的 有瘦的 肥中大瘦 不對 還有一粒蘿蔔 還有少許豆瓣醬 筋碟 哇 這個 不拿那麼多 哎呀 是不是真的 這麼好吃 首先 為什麼我喜歡拌粗麵 就是因為它夠闊 可以的醬汁全部掛在上面 粗麵 很少會來做湯麵 有沒有聽過 有 有 但不多 但是粗麵 通常拌是好吃的 拌牛腩 拌炸醬 各種都可以 今次拌牛腩 那個像是炸醬來的 牛肉醬 有些肉醬 哦 這麼好 醬汁也不錯 夠味道 複合的味道 然後再加一條醋 對呀 今天叫 點心配搭也好 一邊吃菜 一邊吃 拌粥 和這個配搭也好 這個我已經很喜歡 牛腩拌麵 我都很喜歡 那些牛腩又軟 一搭起來都知道 還沒吃過都知道 嗯 嗯 這個蝦炸 嗯 好吃 真的好吃 它不會是自己包的嗎 好過很多 我講 雲心麵譜 因為都是這個 貢菜 嗯 加少許豆瓣醬 麵 有少許鹹水味 淡不多 剛剛好 加少許豆瓣醬 腩汁 牛腩菜 都買了 這個很好吃 這個 又不會太多油 你看 蝦餅 什麼 老婆在吃蝦餅 她說很好吃 來到蝦餅 老婆讚嘴不絕 她說是包牛汁 很漂亮 蝦餅 夾起來 少許粒 合理 正常 很少這個雜貝 即加共菜 嘗嘗嘗 一個碗有豆瓣醬 不放進去 什麼 蝦筍 不是 是同種 同科 但是不同種 都是那種科目 但是不同的兩種 裡面是這樣的 裡面是這樣的 我看到蝦 有蝦筍 有蝦筍 不是 有蝦筍 蝦筍 很爽口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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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像是長條 但是不是蝦筍 但是就好吃 蝦餅 但是你說爆汁 我吃到爆汁 很棒 這麼漂亮 挺漂亮 蝦餅 其實蝦餅美不美 一定要看看它有沒有濕 沒有汁 沒有汁的蝦餅 很爽口 不要要 基本上是拿一份 嗯 是 你有汁的 起碼是自己煙包的 相比之下 這個我最愛 我已經第三碗 沒有汁你了 那些 那些 丁那些 是 丁那些 丁那些 最怕 我們吃得出都沒有所謂 知道一分錢一分貨 最怕有些外地遊客 他可能第一次吃蝦狗 狗仰大名 要為是很漂亮的 是 是 三十多元 那些最糟 我們知道十元龍 就知道十元龍是這樣的 沒所謂 是 是的 但你不一樣 因為我們遊客不知道 他要為你吃飽飽了 這個第一居飲茶 這裡 正正在黃大仙旁邊 大家如果 回到黃大仙 莊園香 可以過來第一居試試 吃飯多人去飲茶 是這裡 五元一張門票 又不算話 很離譜 絕對是值得一次 我們鮮頭飲茶 就花了八十六元 一個沒有打折的 飲茶幾日子 這個價錢也挺合適 而且我們叫了五款點心 是會有很多鮮花售賣 香粥 但是香粥是不能大進去的 大家要住 裡面有免費的供應 是很值得來一次 因為我們去得太多 進去太多 所以這次就不進去 今天好像不是初一 初一過了 接下來農曆新年 各種這裡會很熱鬧 好像大連初在這裡很旺盛 有很多人 香火 對 裡面做好了 沒錯 我們就在附近這裡走 這個附近 在荒村來說 都算住得挺舒服的 那些房子 比到前面前這些 挺好的 價錢當然不會很便宜 我們在附近走 我們會去茶膠市場買菜 在附近走 這裡有全貴酒店 這個多少錢 讓我查一下 這個395元 全貴酒店 服務很好 抵不抵 荒村不抵 不要這麼說 是的 但它服務是很好 很安心 和很乾淨 你不記得它來的早餐 是的 在福田 福田 福田700元 你也會說 福田 福田 600元 600元 而且它裏面的設施 裝修是很整潔 很簡約 我用到這個詞 簡約 以及用很多木的裝修 幾乎是我住過的酒店裏面 是最好的 除了上次在東莞那間外 東莞那間是全方位地好 這個就是裝修方面 硬件好 早餐好 接著我們又來到這裏 原先我們打算去對面飲茶的 叫做 茶教人家 好像叫做 我忘記了 又是很划算的 還有上邊這些樓 最便宜 這裏最便宜 這裏不是叫茶教 是萬豐菜館 叫做甚麼 萬豐菜館 很久做了 因為它搬到這裏 還有上邊的樓不便宜 之前看過 好像五萬多元 忘記了 走走走走 這裏又有得飲茶 這裏叫精武門 24小時營業 說真的 很喜歡飲茶 附近樓價 真的不便宜 三萬一千元 百花路 就是對面 大概 對面 就是這裏 對 附近樓價 這裏是三萬多元 其他那裏都差不多 三字頭沒有 就算面前那些舊少少的 可能都要兩萬多元 這裏樓上是二萬一千元 差不多是兩萬多元 對 這裏叫麗豐花園 這裏可能是比較漂亮的 我們上次來過都看過 好像還升了些 不過可能不太準確 因為網上不準確 但這裏附近有幾大好處 環境好 我顧自然 停車場夠多 你看右翼的停車場 還有這裏都不算 在前一點還有停車場 我們上次停過 500元兩部車 是否500元 600元一部車 600元一部車 900元兩部車 只沒有車位 900元在廣州 很難 這裏厲害 不得未賣光 不得未賣光 新樓 你猜一下多少錢 4萬3千元 這個 App寫的 我不知道 因為這些新樓 要賣二手才便宜 新樓很差 只度假 對 其實只有賣 十年都未賣出去 如果不是 是要買二手才便宜 即是你在中國 現在千萬不要賣一手 樓花 樓花不好 你一定要買二手便宜遜 二手便宜遜 很少 風險 風險低 價錢便宜 還有價錢便宜 還有價錢便宜 新樓 有指度價 不可以降 這裏又有一個茶樓 你看 我們剛才想看看這個 就是這個新樓 四萬多元一平方米 都有茶居 叫陸旺茶居 具體方向前往右轉 就是去地鐵站 不過都走很遠 先說清楚 我們經常說 萬豐菜館很划算 就在這裏 這裏還有一個超市 上過去都頗好走 但人氣不算很旺 非常旺 但有凡事 八折 還要 上邊好像有兩個 飲茶的地方 這裏上去有萬豐 這裏喝茶有兩間 有兩間 這間是近的 炭茶美點 先頭就是想來這間 不過試試那間 生滾足 還可以用優惠券 優惠券的設計 是很精妙的 還有白粥 五元一煲粥底 接著 加份骨腩 加份九幾葉 很好 最強性價比 最強性價比 是 你上去看看那些價錢 是呀 很離譜 我們又回到這裏 這裏又是我們 其中一間 來到方川很喜歡的 飯店 麥金記五味我的 其中一間分店 這間是小人 這間是小人 那邊那間是爆滿人 是的 這裏 但這裏好像停車 不知道方便 那邊停車 極為方便 那些黃線飯 燒排骨也很好 粵菜 粵菜基本上都不會太差 有時候 女兒喜歡吃那些 水煮牛肉 即是辣那些 她覺得很好 我就覺得一般 她吃到 撈到乾乾淨淨 我就覺得 好像都是 燒排骨好吃一點 燒排骨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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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要等很久 辣菜我就真的覺得一般 老實實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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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氣候始終不適合 我們這裏吃的辣菜 都是喜歡吃清淡一點 是嗎 是 或者是燒臘 這裏就是我們剛才經過 出入口 走過去 就是先向沙地人家 上樓上飲茶 我們會沿著這裏繼續往事 這裏有多食物 搞得好像幫她賣樓盤 當然不是 說你都不相信 我說是你都不相信 住在這裏附近 真的挺好的 又有 又有美食 燒臘 是的 其實遠離TT站 有遠離TT站好的 你近TT站 又不是很遠 是 走又可以 有一輛單車又可以 還有遲些 整好隧道口之後 挺好的 很快 這裏還有 兩至三人一鍋 59元一鍋 厲害 還有任食 49元一位 這裏下次可以過來試試 現在就真的不必了 我喜歡吃肉 還有這裏天氣暖了這麼多 大家看看 好像夏天那樣 最舒服的天氣 一些都不冷 一些都不熱 早上冷 甚麼 只有兩場冷空氣 只有兩場冷空氣 沒有冷空氣 還有一波 好像說 暖了這幾天 再冷一波 應該不冷 因為今年過年遲 所以以往 我記得過年 大年初一 還是初二 去探親 去拜年的時候 巴士熱到鬼 過不遠 我們又回到花雷路 遠花路 東較北 相信來到這裏 大家都應該比較熟悉 市場好像在那邊進去 那邊 附近有很多美食 對面有藥房 直走左 好像是吃煲仔飯 因為我也是駕車經過 不太記得 但是它又是近市中心 而且沒有那麼貴 停車又便宜 這裡這樣 是12個小時20元 不是20元一個小時 說20元一個小時 你也不相信 是12個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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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元一個小時 20元 1300元 已經還要討論關係 等等 這裏是500元一個月 但沒有 就買這裡 前面走過去又有牛雜食 這裏就是合興園 有市場 甚至乎買一部電雞也好 在這裏方村行 不會太影響人 你回到中山五路 當然不行 一走出去就已經好有多了 是的 中市市場 對面就是成園 嗯 沒錯 至於我們不要再中市市場 去太多 走這邊 說到附近樓價比較便宜 對面是方村合併園 就是舊一點 各取所需 有部份還要沒有電梯 但價錢是幾何級往下 有些可以去到一至頭 是的 即是兩萬元 你當是 是的 有些急售的都是一至頭 急售的都是一至頭 急售你還要說價 有些身世間 嗯 即是有些 例如想在廣州有個地方 比較近市中心 就是這些 就是對面 最精彩是附近有個 很好吃的煲仔飯和魚蛋糞 還有吃的東西比較多 是的 還有不貴 是的 吃的東西比較多 也有市場 即是你如果不是為一個很厲害的學位 嗯 要去到那些 那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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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很厲害的學位 我覺得 這邊都可以 是的 幾乎一模一樣 可能再殘舊一點 舊一點 交通沒有那麼好 你知道在東山口是多少錢嗎 10 是的 有8萬元是學位錢 是的 8萬元 東山口那些最美 不要說 對的 公立最好 你這裏新樓4萬 是嗎 上次中山七樓 10萬 是的 是的 那些屬於稀傑之言 但是那些是新樓盤 那些都是新的 我知道 你說剛才那裏 是嗎 是的 差不多 那裏再新一點 幾個月 這裏就 多半年 我猜 這些是舊 這些是舊 我們在說這些 剛才便宜的是 4萬多元 3萬多元 還未賣完 那些 黃大仙隔離 然後這裏還有個中醫診所 是的 荒村我記得也有幾間 全部的街坊 坐著在這裏 開放製藥條 你的身體 終於見到地產中介了 花地人家 我見到租4200元 就是先頭我們說 飲茶那裏那裏 那裏 教新村 封連華亭 先頭 站在這裏說 有蕭立浦那裏 3000元 合興大廈 比較貴 紅蓮縣北區 這裏有3萬 100平方 合興縣那裏是20000 紅塘縣便宜 軟一點 當然 這個最貴 方便的 行李灣伴當然 俠平縣128 26000 27000 有找到 一平方 但它不是很大 四十多 小小 住8個人 當然不夠 是單價 26000 27000 就是這些 沒有電梯27000 先頭我還說 兩萬不用 都很硬 都有兩萬 它沒有放租 你要講價 現在 你不講價 是不行的 標價是最高價的 是 現在不同 以前 以前就說 企硬價 現在就 輕輕說說價 你還要講價 它就 一突破了 心理架口 關口 就可以了 好 我們去市場 這裏有間商工 是德成 我們之前都想試 是 是 是 親民價錢 這裏吃的又便宜 挺好 1996年 下次來這裏試試吃燒鵝 晚上也可以 是吧 甚麼 六十八元 一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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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十八元 那裏是五十九 差不多 一斤 現在有一間這麼厲害 周記腸粉世家 1981 大家看就知道做了很久 就算它不寫那個1981 荒村 應該一直在這裏做燒 下次試試看 我這麼喜歡吃腸粉 又有蘿蔔糕 芋頭糕 如此都有 又有一間 這間看上好像 仲萊 好像西關那些都 判落過它 五幾 腸粉 又可以試試 是啊 腸粉 又是吃腸粉 對 都是老街坊 食慣食熟 街坊的味道 還有黃振榮 真是不得了 終於我們來到茶教市場 茶教村 裏面有一個市場 我們就在茶教市場 又發現一間中醫診所 這些就是中醫診所 有老中醫的樣子 這裏就是市場 我記得曾經來過一次 當時就是在那一堂買菜 和買了一個很特別的冬瓜仔 現在就應該沒得了 這邊就賣了油炸鬼 現造的油炸鬼 可能會是最好吃的一間 我看社交媒體說過的 兩元半一條 又在現猜 猜員就現炸 要排隊的 多少人排隊就知道 我們不吃 剛剛吃飽 這些好 這邊是賽市場 這邊有賣絲桃果 斬料那些 有飯盒 挺開心 你們在生活 買點菜先 兩元半的生菜 當然要 今晚吃也好 西洋菜 煲湯也好 想買些骨 賣水果 和借我們想買些橙 或者回來才買些砂糖吉 因為這條路 不會反過來 走回那邊出 是從這裏出 所以可以一邊走 我還記得之前 曾經在這裏買過 又是買了一些吉 在前面那裏 挺舒服的 我們就賣西洋菜 多錢 兩元半 還要正常價 老婆說 這邊生菜也是兩元半 不知道大家還記得 上星期我們去東莞 西洋菜 煲湯挺好的 西洋菜 差不多 那裏 菜檔特別多 有些紫蘇 煮粉 好吃 我們那裏多少錢 都是兩元半 再加一塊 黃牙伯 蛙蛙菜 為什麼我經常把黃牙伯叫蛙蛙菜 如果我們繼續往前走 裡面室內市場還有海鮮賣 如果價錢合適 我們都會買些回去 買些蝦、背 那些也好 就算不今晚吃 第二吃也可以 最好今晚吃得到 海鮮吃新鮮 有多少菜 又有糖蒿 這個是山菜 不懂看 這是菠菜 大多數都是有明碼實價 我們最喜歡這些 還可以放到出面清名 說那些薑 又或者菜心 四元半 四元 白菜仔 五元 挺好的 這裡 又有松化西洋菜 三元半 弄到松化 可惜天氣太熱了 去浸溫泉就好 好了 這裡基本上我們看過了 我們會進去室內市場 因為最後出來的時候 再去買些水果 連吉都已經開始賣了 今年第一次見到 當見到連吉的時候 代表農曆新年差不多到 沒錯 還有不夠一個月就到了 11日還是10日 我忘記了 所謂11日是初一 今天已經14日 2月11日 好像是 今天是1月14日 明天打給你 打給點魚 南衡 東 возь 下午 南衣 沙律 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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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买蟹蟹 买蟹蟹 买吧 10元一条 我现在不吃 今晚吃 最后我们就买蟹蟹 一半就用来 老婆自己咬 一半就用来煲水 有皮 有皮 可以放得久一点 我们又来到市场 很多水果买 我们买了借了 全部都是水果 不用怕 买不到 或者先出来 老婆早几天买蟹蟹蟹 她说吃过就不变 所以买水果 未买过 不是经常买的 不知看的 我说她 不要乱买 不过那天买的 真的不赢 幸好只买了两个 再来 还有这个方酸 嫁女饼之王 可以这么说 联记饼家 这里也是有的分割 拿货来买联记 下次要去总店 老婆说带我去 7元半 蛋黄莲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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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椰丝 莲蓉 爽糖 至于这边有豆腐 其实平时我们可以多些来 唯独真的差点 他们就是来个地铁站 那些 附近餐厅又多 市场又不算大到行云 又是很小的 又有这些 这些卖饼的店 买些小零食又行 这边又有什么 鱷鱼也有卖 是 是 鱷鱼基地静宫 今天来到这个河聪 旁边在建楼 看到河聪 可能他们是村里面 自己囚建的屋 我猜的 我不知道 属于茶椒 椒的意思就是 河聪特别多 三点水 很多水果买 我记得 上次来这里买水果吃 还站在这个位置吃水果 应该是吃齿吧 我记得是 是啊 应该是他们村自己见的 我猜 也不是 开发箱来蒸 开发箱蒸 但是 现在辣了 过了最辉煌的市场 找到大福饼给老婆 旁边还有芝麻棒 但是这个好像放了 这种叫光酥饼 光酥饼 光酥饼 是吧 光 他不懂读广州话 这个大福饼 就是大一点的光酥饼 你以为有很多人不读 是吧 广州香港 你读出来 广州香港 是不是很正宗 是啊 在月秀区大 就是正宗 我敢这么说 是吧 是啊 是啊 每一句说话都有原因 包括我们读错的一些字 都是有原因的 不过就 没必要在这 又拋鼠包 和大家说 又说什么 光酥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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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多人 香港 最重要是听得明白 原来佛山 叫炭黑 和私服 明白就可以了 终于我们又来了市场 哇 这里有光饼 还有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不是光的 是活 活的乳隔 活鸡 也有得买 我们打算来这里 买些水产 昨晚 我没有跟老婆去 和朋友去吃宵夜 去万圣围那边 哇 那些大排档光 吃了一些生蠔 超好吃 不过一只是苦的 好吃的 好吃的 不好吃的 是苦的 这里有黄脚鸭 我们会买 生泥蚝也有 有些已经不生了 又有 笋鶴鱼 櫻花虾 看不到多少钱 野生的花虾 哇 两百 还有鳄鱼 这里 在方村来说 不是西朗 来说 这个市场都算大的 算大的 如果跟西朗比起来 那你就没办法 还有大阶牌卖 我看到的 25元一只 又或者花蟹 还有这个生蠔 上次有 不够上次 我在东莞买到那些大只 东莞买到那些真大只 老婆就打算买些 筒骨 多钱一斤 14元 14元 好多肉 我们打算买一块筒骨 21元一大块 14元一斤 这个是多钱 33元 33元 这部位 很漂亮 很多肉 肥才漂亮 肥瘦相间 多漂亮 前排 多漂亮 我都知道 后面这些 差一点 一分钱一分货 很正常 整行都是猪肉 什么部位都有 前面还有羊肉 不过今年 很奇怪 天气凉 真的很凉 很凉 但它就不会持续很长 譬如这里 为何知道 准备凉 现在北方又很凉 昨晚那些冷空气来到我们广东 就所值无几 和不会落雪 基本上我们就看过了 水产买不买 不买就算 价钱不是很漂亮 又不是时候得来 很肥 对 看到那些虾 肥也不会有什么 200 太离谱了 秋天吃水产 现在这个时候 就吃点肉 蔬果 前面这裏 摆得很细腻 但是就 看不到有 明确实价 这裏 这裏 但是摆得很整洁 基本上 茶教市场 我们走过 还有这个市场 应该服务附近那些村民 又或者来中屋 那些 还有雪糕卖 但是现在就不卖雪糕 卖汤圆 现在这个时间是12点20分左右 市场应该是最冷清的时候 如果现在冬天 秋天算好 如果夏天 应该会再少人一点 热 早上早上应该会热闹些 附近来说 又有很多早餐当 下次找机会 我自己过来早餐 过来逛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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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裏不需要一下 用冬天算好 这裏不需要一下 用冬天算好 用冬天算好 看起来 等于我们会再来到这里 廣州方村花底湾地铁站店 对呀,这里很接近花底湾地铁站 大床房$279 没有早餐 商务商床房$2300 而且还可以喝茶 挺好的 这里如果要走到花底湾地铁站 步行是15分钟 也算合理 还有宵夜 啤酒广场 对面就是吃牛杂停车 停车15分钟 我们就停在这里吃牛杂 不知15至30分钟 吃完牛杂 钱也不用去其他地方玩 就是这样 不过即使要钱都不太贵 好像$5一小时 razón noc 有牛杂 丢龙 汤芽 是这样吃的 嘴蚝蚝 在南韩有一间大环境没有这儿这么好 至于这儿进去 就是先从我们经过的茶教村里的牌坊 好了 今集影片到这里为止 我们也是愿意回去拿车 第一次走过去都需要一段时间 下集见了 各位观众 如果回到广州除了西关以外 回到方村这里都是一个很柔软的地方 而且这里更多人气 以及更有本土味道 其实西关近生活区 西关大多数都是游客区 以及有些地方已经没有什么人 好像我们上次经过十三行里面那些 洋人行那些 没有人住的 一不是做仓库 一不是直接不住 或者是危楼 但这边就不会了 去到节假日尤其是热闹 即使平时也不会没有生活气息 好 分享这影片给你的朋友 或者帮我点个赞 我们下集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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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